好 接下來我們要看第八題 第八題是說 給你一個三圓一次的連立方針組 方針次都給你了 那你要去減 第一個 要求它的減次多少 第二個 要問你說 那你可以畫個減圖 然後說明它把空間切成幾塊嗎 好 來 那這題怎麼做呢 第一個 我們把它看一下它的係數 係數比2-1 1 1 2 3 4-2 2 上面這兩個好像乘比1 所以你如果2-1 1 4-2 2 這個通通把它除以2的話 就會得到是 這個通通除以2得到2x-y-z 這個除以2等於3 兩個居然一模一樣 所以它有兩個平面是重合的 然後這個平面 跟它們的法向量的不平行 所以它們兩個的平面是不會平行 也不會重合 所以它一定會較為直線 所以這個很簡單就是說 有兩個平面 它一跟三重合 另外一個平面跟它較為直線 所以這在空間中裡面切開 當然剩下1 2 3 次 會空間中切成 空間中切成4塊 那如果要求它的解的話 因為我們說這兩個是一樣的 這兩個是一樣的 所以這兩個就不用看了 其實這個不用看 這個式子就不用看 那這個式子不用看的話 就只有這兩個 那我們可以把這個想辦法消掉y 再想辦法消掉x 下掉y求得x跟z的關係 下掉x求得y跟z的關係 然後令z是等於t 那我們就可以寫出它的這個參數式 那當然你也可以利用它們的 這個兩個法向量的外跡去求出 這個直線參數式的方向向量 再隨便找出一點 那也是可以的 好 我們現在用這個第一個方法的話 就這兩個去解 第一步我想消掉y好了 那我這個乘以2 那乘以2的話 這個-2y這個正的y 如果兩個消掉相加的話就消掉 所以4x加x就5x 可以得到5x 然後y消掉了 這個兩個相加是5x 相加得到10 所以加上5x是等於10 意思就是說x加上z 其實等於2 所以x可以寫成2-z x就是2-z 2-z 那如果你到時候y也寫成z的話 可以練z等於t x就寫成2-t 好 那我們接著這兩個要消掉x的話 到第2次 這次乘以2 乘以2就變這樣 然後這兩個四次 2x2x就相減 我用這個減它 這個減它這個消掉 這個減它變成5y 這減它加上5z 這減它等於5 所以5y加上5z等於5 意思就是y加z 要等於1 把它移過去 y就等於1-z y就等於1-z 好 那所以我把z等於t的話 x就是2-t y就是1-t z就等於t 然後t屬於r 就可以寫出它的這個參數式 那當然參數式是不為1的 你的方向量可以寫出來比例是-1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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這比例 然後你的點 有在我們這個參數式的上面 任何一點 你現在找的是2-1-0 可以找其他的點 那都可以寫出它的不同的參數式 那這個都對